当你有梦想 不要想太多就去做 它除了玩具快乐之外 它也可以有更多的一些价值 不到30秒 活灵活现的贵宾狗完成 转过身挑战背后做气球 看不见泡泡大小和气球长度 完全凭手感拿捏 蛮有趣的啦 这个以后可以让大家有一些新的挑战 采访小组临时出难题 也难不倒气球达人 背后功夫首次曝光 当然新手碾来 平凡气球就变身可爱动物 左转右扭 气球在它手中仿佛有了生命 不过这只是基本功 李承昊投入气球艺术15年 不只让气球变化万千 也靠着玩气球成为台湾之光 李承昊和多位伙伴拿下2012年意大利气球艺术比赛冠军 让台湾国旗飘扬在国际舞台 这是继去年已充满台湾味的三太子赢得银牌之后 今年再度光荣回台 为了一举夺冠 花三个月构思出这座土地公庙 大家因为折这个就会手破皮 然后就一直绑那个透气胶带 然后绑得满手都是 然后做到后来手很痛 可是因为时间在赶你又必须完成 所以就有人吃止痛药 然后它就是 因为我们那个庙很多的细节 然后可能弯着腰趴着 所以就会全身酸痛 用金湾科气球盖出 长宽高各5公尺的土地公庙 精致技法细节讲究 让外国人眼睛为之一亮 庙在设计的时候 真的是像那个建筑室一样 我们要去算它的那个钢骨架构 算它的载重 所以我们用了非常多的铝条 去确保它可以稳稳地站在那边 李承昊从高中开始接触气球艺术 对他来说气球不只是玩具 而是一种艺术创作的媒材 做气球跟很多的其他艺术创作都一样 那一定是需要热情 因为他就是在那个创作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很多的状况 对那也不一定很快的 可以有一些成绩或者是收入等等的 所以他当然都必须靠热情来支持下去 从以前就一直在构思说 到底怎么样可以去运用这些气球媒材的特质 可以让他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跟空间 很多人把气球当作小孩子的玩意儿 怀疑他真能和艺术扯上关系吗 就连教授也不以为然 他看看我的论文计划嘛 然后就说这个好像不太适合我们艺术所 应该是不是你应该找别的方向 李承昊大学读续产系 本来立志做生物学家 毕业后却跑去读艺术研究所 最后还写出这本论文 成为国内外第一位 以气球艺术做学术研究的人 走出学术殿堂困难的是如何让大众看得起气球艺术 我们畢业我们创业之后我们要办展览 我们跟那些展览的单位或者是跟工部门在补助的过程中 其实当然都会碰到一些旧有的 他们传统印象的一些声音 所以那些的确都会造成一些沮丧啊难过 就会觉得说不被人家所认同 做气球真的能够当饭吃吗 这个现实的问题经常浮现在他的心中 本来想说气球好像很难赚钱 那是不是我去别的领域 有足够的收入之后 我再回来做这个兴趣这件事情 对那后来就是在跟朋友的讨论之下 然后也跟家人讨论 那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从教学开始 如果我们今天是需要用到 譬如说我们做大型作品做骨架 因为我本来以为气球就是灰冰狗啊 玩皮包就是那种 你们知道小孩子玩的那种玩意儿 然后上完那堂课之后才发现 我想说天啊原来气球可以做这么多 它已经超乎我原本的想象 在社区大学播下种子 让气球千变万化的魅力 深入民众心中 而来上课的人也越来越多 就因为他的气球与众不同 可能是比例问题 他就是他做出来的东西 那个比例大小他就特别漂亮 所以一般房间你看到气球做骨架 他就是小孩子玩的东西 那我觉得老师他的东西 我可以说他是个艺术品 那我是家里的长子 那可能也必须取得家里的认同跟谅解 让我可以就是 你自己的梦想去闯 可能在我创业初期收入不稳定的时候 家里是我的支柱 然后可能没办法帮忙分担家计 还需要家里的帮忙 可是不管是爸爸妈妈或妹妹 大家都非常的支持我 创业梦想实现了这还不够 他还想用气球散播快乐收集笑容 于是骑单车环岛做工艺 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其实真正帮助最大的不是他们而是自己 就是说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感触 他们可能因为有一些不管是身体上或心理上的一些学识 那有时候会从这些坐在身上会有一些力量 因为你会更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别人拿气球做会场布置商业用途 李承昊更用他来说故事 利用气球会消气的特性表达时间的流逝 他花心思证明气球的艺术性 他的神乎奇迹荣获总统接见翻发台湾之光 我觉得在梦想的初期不要有太多预设立场 就勇敢的跨出第一步 但是当第一步之后一定会有一些障碍 那这个时候就必须坚持下去 感恩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有今天的我不是因为我一个人的努力 而是剩下这么多人的协助跟支持才能够有今天的我 在国际气球圈里面 因为台湾是有被看到被注意到的 那我们当然希望延续这个力量 可以培育更多的 不管是种子老师种子选手 然后可以再 去透过气球可以去传递 台湾之美台湾文化的地方 李承昊对气球的热情 扩展到对台湾的爱 说他是气球达人 欢乐制造者 气球艺术家都行 他想开拓的未来 如同缤纷的彩色气球 充满无限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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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